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太陈敏仪当日也有到医院探望 兼回应智叔当时的病情 我想交代一下 其实智叔就是去年12月 其实他一直都有跑步的 去年疫情他全年都 因为又不是很多工作开 天天都跑步 其实他体能 各样健康状况都很好 但是去到12月中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吃东西胃胀着 接着去做检查 确诊了胃癌 立刻入院去做治疗 我们很感恩我们遇到很好的医生 跟智叔也很相互 每天两个在病房见面 大家都说你加油 他又说他加油 很识心照顾 我们都很感恩 另外医生也说智叔是一个A加的病人 因为他真的很合作 医生叫他做些什么 他全部配合 譬如有时他的胃真的会不舒服 吃不到食物 但是医生就说不行 我打仗 你要多些营养 他每一天 一日三餐都好像一个责任 努力地去完成那个饭餐 我自己会觉得智叔他做戏 大家都知道他很专业 很投入 但是原来做病人 他一样这么专业 所以医生都说他是A加病人 觉得很合作 我记得有一天他吃吃粥的时候 哇 这个粥丝鸡 鲍鱼粥 真是没得顶 我说在医院这么很擅饰 我看一看 其实是白粥一碗 但是我就会看到他是懂得用一个很轻松 很懂得帮自己去度过很多挑战 和困难的一个病人 我心底里面都很佩服他 另外就是我很想说的 现在智叔这两天的状况 就是他比较累的 可能因为有消息都出了去 很多人打电话 很多人访问他 所以他都要分身去照顾这些事 他都比较疲倦 所以我都很想说 我用智叔的说话来说 他就说很多谢大家的关心 但是太多的关心和问候 对于他来说 对于家属来说都是一个负担 收到大家的关心 所以如果大家是爱智叔 就要送祝福和爱给他就可以了 我想我的交代就差不多 希望大家不要再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想我也不接电话 他也不接电话 因为医生也不赞成 这样会影响他养病 所以希望大家都合作 我的交代到这里了 很多谢你们的辛苦 可惜几经努力 最后智叔仍然不滴癌摩离世 3月28日晚 传媒去到医院门外守候 据知陈敏儀 两名儿子以及家人 都在医院陪伴智叔走最后一程 智叔廖啟智 在去年12月发现幻想胃癌 之后他一直都很努力抗癌 可惜在3月28日晚上8点半左右 他就不滴癌摩 在家人的陪伴下离世 当这个消息一出 一宗传媒也来到医院守候 智叔中环影视界超过40年 节目主持、电视剧、电影、舞台剧等 演艺工作都做过 1979年入读无线艺员训练班 香港虽然已经有地下铁 但路面上的交通仍然如此繁忙 之后就一直演出大量举足轻重的配角角色 不少经典剧集好像《上海滩》、《飞越十八层》、 《涉人贵精冬》、《鲍青天》等都有它的蹤影 而智叔最后一部在TVB拍摄的剧集 是2015年12月拍摄的律政强人 当中智叔和方中信 连长斗戏令观众回味 在TVB期间 智叔同时也参与欢乐今宵 城市追击等的主持工作 我们接下来又追击一宗娱乐料 智叔 我忘了向你恭喜拿了最佳南 很多年次的事 你恭喜就要恭喜 就是这样的 我不是违缘我自己的视频 起码有一些 某一些环节我们的演绎 周星馳所参与的电影 除了被形容为无厘头之外 它的演技还影响到青少年增相去模仿 由你社会学家就认为 这种现象就叫周星馳现象 而1990年智叔为欢乐满东华的 穿高跟鞋半空踩钢鞋 更加成为经典 炳哥 没有这么大声说的 穿高跟鞋踩钢鞋 真的不难 就没有这么多难走 没有说是穿高跟鞋 你看脚跟鞋 靠两把油脂尖 对 对 静点 没了一截 没了一截 已经得到千分万大约了 已经得到千分万大约了 已經過了兩節 善闊盡將十萬大約 順利過了三段 大家都很緊張 四節了 四、五、鐘、二十萬 還有幾步 一步一驚心 太好了 終於成功 除了電視演出之外 智叔也有向電影方向發展 更先後因為在《農民》和《證人》當中的徵站演出 而兩度獲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南配角的寶座 很感謝我上帝給我有演戲的恩賜 很感謝 也很感謝我太太和三個兒子對我的愛 令我很輕鬆地面對我的工作 很感謝他們 也很感謝我們這部電影《證人》 令我有一個很享受的過程 很享受的過程 兒子 獎在16年已經破壞了 這次承李貴賢 我又獲得一個新的 樂樂嗎 雖然今天你不在我身邊 但我知道這個獎我和你也有份 多謝大會 多謝各位觀眾 評審 業界對我的支持 外匯鼓勵 多謝 智叔正邪皆可的演技 亦為他贏得行內 黃金配角的美譽 怎麼樣?家英哥 智叔,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你剛剛拿了最佳南配角的電影 金場獎 我問你,南配角的星上一級 是什麼呢? 我少在電視上曝光 趁這個時候 多說一些話 不,鏡頭很好 讓兩個兒子可以看我 一般性的答案 就是星做主角 一般性 錯 我也知道 你問過這些話 也有些陰謀 不是陰謀 只是考考你的嘗試 和你的反應 是 配角始終只是配角 是嗎? 你升上級也是配角 不過這個配角 有個名字 是 就叫做星叻配角 星叻南配角 在家裡有很多工作嗎 我想問你 你做了配角之後 有沒有實際的收益 多的 比如呢? 就是電影、電視、舞台 多了 但是錢就一樣 為甚麼呢? 都沒有什麼電影多度 近年他也比較專注電影發展 除了在講述香港笑鵬發展的 《點五步》當中 扮演盧Sir之外 尚未上映的劇集改編電影 陳秦記 智叔也有份演出 而他近年也是 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的 講師和教學顧問 在家庭方面 智叔早在藝訓班年代 就認識後來的太太陳敏儀 他們1987年結婚之後 育有三子 可惜幼子文樂 2006年因為血癌離世 事件為他們一家帶來沉重打擊 不過信奉基督教的他們 依然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人生逆境 而智叔雖然已經是公認的好戲之人 又獲獎無數 不過智叔一直仍然保持謙虛的個性 以及低調生活 同時也非常肯提攜後輩 曾經在律政強人和智叔合作過的何廣佩 得知智叔死訊之後都表示不捨 感謝智叔和他對戲時候的教導 爹 我是你的對家律師 不用緊張 你是張強的徒弟 讓我對你有信心